1890年完工 全长约235公尺的流民船隧道 是台湾第一条现代化铁路隧道 因为隧道内土石崩落封闭将近13年 今年才完成主体整修 金融市物压局方面 因此宣布开放团体预约导览 目前为止 施定古迹流民船隧道 我们已经将隧道修复完成了 那目前因为还在进行 光环境的一个设置计划 所以现阶段是采取预约导览的机制 那相关预约导览的申请表单 欢迎各个团体机关购 上金融市文化局的官方网站 表单下载区域下载填写 至于何时能全面开放 游客自有参观 文化局方面预估最快明年下半年 目前为止 我们光环境的一个设置计划 预计大概是在上半年来 进行相关的一些工程 那希望是下半年前 可以完成整个计划 那但是关于整个隧道完成之后的管理维护呢 是需要再提管理维护修正计划 给中央的文字局进行相关的核定 所以还会需要一点时间 由于流民船隧道南口设有军方油库 在完成隧道主体整修后 金融市文化局方面也希望能进一步与军方协调 在假日限定时段开放隧道南口 促进地方观光 因为卡载就是 他没有办法单去就离开 就一去 然后我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玩 就单去又要折返 未来在整个的隧道的活化 会受到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限制 那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军方 后面呢 所谓的南口的军方的油库 能够提供特定时间 或者是特定的时段或日节日 可以供给我们来进行通行 那我相信一定是非常受到民众的喜爱 这一段文化资产 这次团体预约导览为10人以上30人以下 民众只要上文化局官网下载申请表单 添妥后在预约参观日前两周 寄送或传真到文化局 文化设施科即可 导览时间为每周二到周五 上午9点到12点 以及下午2点到5点 希望透过解说带领游客 体验百年前开凿隧道 旷雨天开的艰辛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导